原来邹赵龙说的都是真的 跟甄子丹拍戏被打进医院 2005年 东方电影公司计划筹拍导火索 并邀请了武打巨星甄子丹担任男主角 为了这部电影 甄子丹可谓呕心沥血 之后甄子丹便邀请了诸多国家的搏击高手前来拍摄 还撬来了当时还在好莱坞发展的邹赵龙 毕竟无论从那点 邹赵龙都十分契合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反派形象 众所周知 甄子丹拍打戏球的就是一个逼真 稍不留意可能就会发生流血事件 并且我们也能从电影中看到 两人那场酣畅淋漓的打戏 包含了拳击 手机等各种格斗技巧 几乎拳担到肉 动作利落又痛快 然而戏外的观众是看爽了 戏内的邹赵龙却叫苦不迭 之后邹赵龙还坦言 这部戏真的算是我20年电影生涯中 最难拍的一部电影 因为它不单是精神上饱受折磨 肉体上也经受了极大伤害 由于甄子丹反应实在太快 格斗技能也太熟练 邹赵龙只要稍一部留意 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打进医院